记者昨天从上海浦东新区区委会上了解到 浦东13-5发展布局有微调 空间布局上将从12-5的一轴三代变成一轴四代 产业布局上将从12-5的4加3变成13-5的4加4 新增航空城为浦东发展再添一个发动机 根据规划 一轴是从陆家嘴到浦东机场 支撑这条轴的城市功能会更加丰富成型 从陆家嘴的金融城到张江的科技城 再到旅游城直到筑桥的航空城 新家的一带是从航头到老港的中部城镇带 这是统筹南北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让南部群众得到实惠 在产业布局上 12-5期间是陆家嘴、张江、金桥、外高桥 四个老的国家级开发区 加上士博前滩、迪士尼和临港三个新开发区域 13-5新增加了柱桥穿沙区域的航空城 产业布局变成4加4 为浦东发展再添一个发动机 13-5期间浦东还将加大投入 打好生态建设的翻身杖 明年全年计划新增林地近10平方公里 为市民提供更多绿色空间 包括启动黄浦江、宾江步道、旗行道贯通工程 推进环市级公园、健身步道建设等 我们接下来会把它环通 包括夜间的照明、夜间的路标 这些都把它做好 我们希望把市级公园打造成一个跑步胜地 此外 浦东新区还将加快推进海滨、临港等 污水厂提标改造 城镇污水处理率明年争取达到91%以上 并对曹陆相关区域、三林周边城郊结合地区 老港及大智河两岸、迪士尼周边等重点区域 进行综合整治 东方卫视记者陈慧莹 上海报道